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我最近覺得非常值得介紹的精華水 就是這個蘭蔻新出的極光水 然後我先給你們看就是我已經使用一個月的現在的膚況是怎麼樣 有沒有看到很亮 我跟你講我這邊沒有上粉底喔 我只有上就是把該遮的遮一遮 然後雙頰這邊是沒有上粉底的 證明一下我還是擦給你們看齁 是否沒有 他真的讓皮膚看起來很亮耶 好好如果你有興趣的話趕快繼續看下去 好那先跟你們簡單介紹一下這一罐它的主要功能性在於保濕 然後讓肌膚的瑕疵呢改善掉 例如毛孔啊或者是你本身的皮膚很乾 有一些乾紋什麼的它也可以改善 再來呢就是它可以讓皮膚發光 像這樣 那我先給你們看我使用的第一天到第七天的照片差異好了 那就是說我第一天皮膚就是乾嘛 因為我本身就是乾 第七天之後就可以看到皮膚的整個的細膩度提升 然後呢這個毛孔的部分呢也有被緊緻 然後整個皮膚看起來雲亮雲亮的 重點是我覺得摸起來很嫩 我還蠻喜歡這個感覺 好那可以讓它有這些功效和效果的原因是在於 你們先看一下極光水的外觀 它是97%的酵素複合精華 以及3%的直萃精油 所以可以看到它是分層的效果 為什麼要有酵素呢 其實酵素就是這一次最重要的重點 因為酵素它可以修復皮膚 然後呢也可以讓皮膚保濕 它也可以代謝角質 我們的這個肌膚啊什麼就會看起來更緊緻 然後更光滑 這一次的重點在於代謝角質以及保濕 而且角質正常代謝之後 皮膚自然會光亮會發光 這也是很正常的 那如果你是那種表面膚色不均的人 也可以因為代謝正常 然後皮膚的膚色也會變得更加均勻 那它主要就是靠裡面一個成分 叫做三毛菊萃取呢 來幫助我們角質代謝 那你們也會看到這一罐裡面 有一個很特別的棒子在那裡 它不是裝飾用的 是攪拌棒 然後俗稱仙女棒 而且它厲害的地方在於 我們在這樣子搖晃的時候 它可以打出超級細膩的泡泡 這些泡泡呢就是包含了 就是精油跟這個精華水 它就是把它混合在一起 然後變成很細緻的泡泡 然後像這樣子的泡泡就是用在臉上之後 也可以讓這個產品 滲透力更好 然後也比較好吸收這樣子 也因為它裡面這樣子的仙女棒 攪拌之後呢 就可以讓每次倒出來的精華水和精油呢 是比例都是固定的這樣 好那極光水呢 我建議大家是直接用手 或者是化妝棉拍上臉就好 然後呢 然後呢我特別想要講一點 就是這個仙女棒真的很好用 因為我以前也有用過其他類型的 就是這種分層型的精華水 可是呢 我只能說就是我每一次在用的時候 我都要搖至少一分鐘以上 它才會就是有那種精油跟精華水 有一個很好的混合 才可以打出這樣子細膩的泡泡 可是現在然後就直接在裡面放了一個仙女棒 我只要搖兩下 就這樣兩下而已 它的那個精華水跟這個精油 就可以真的混合得非常好 因為它裡面就整個變成很細膩的一個精華泡泡 我以前要花一分鐘的事情 我現在只要做一秒鐘 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所以我只能說這個棒子真的很好用 那很多人應該會好奇它的質地 因為它本身就是又是精華水在裡面 然後又有精油 會不會又黏又膩又悶呢 那我想跟你們說 它我自己用起來 我是覺得它的那個質地是非常的潤滑的 那滋潤度也是有 可是不會黏膩 當擦完臉都不會黏 我所有的黏是那種 這樣子手放在皮膚上 然後會這樣子會被黏起來 那種沒有沒有 它不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哇皮膚潤潤的 然後它使用下來呢 我自己用了一個月 整體都是讓我覺得就是舒服 然後保濕 然後肌膚滋潤 我覺得它的滋潤度蠻好 就是可以過隔夜的那種 我晚上擦 隔天早上起來皮膚還是潤的 就不會有那種 有一些東西就是 有一點滲透太進去 然後就是讓皮膚很快就沒有感覺 立刻回到一個乾的狀態 但是這個的話我用起來 就是覺得它的滋潤度有夠 也我想應該是因為有這個精油的部分 也是有幫很大一部分的忙 那我呢是早晚都會各使用一次 然後第一天到第三天使用的時候 我自己是覺得 喔原本皮膚像眉乾菜那麼乾乾巴巴皺皺的 可是呢就是因為保濕度增加 所以呢整個皮膚也看起來更亮 那第四天到第七天之後 我就覺得皮膚的膚色均勻度有更明顯一些 在於我要講了 我眼周跟這個嘴巴附近這一圈 常常會有黃色的暗沉 然後這個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用了一個月之後呢 我就有明顯感受到 關於我這個局部的暗沉改善超級多 就皮膚整個均勻度真的有增加 它在改善一些就是皮膚的小瑕疵 像是緊緻毛孔啊 或者是因為皮膚很乾燥 有一些乾吻的部分 我自己也是感受非常之明顯的 以一個水狀精華這個定位來說 可以改善皮膚這麼多肌膚問題 是一件蠻不容易的食用 非常的厲害 雖然是我今年用到一個 真是真的蠻驚豔的一個產品 好那最後其實就是希望你們去試用看看 因為我覺得以像這樣子的水狀精華 有這樣的保養能力 真的很值得去試一試 拜託你們去試一試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我們下次見掰掰